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有金木水果图 五行的说法 然后在印度教的文化里面 有地水果风的说法 基本上在世界上 大部分的宗教文化 这些物质要素的观念 一般是拿来当作是 创世论解说的一个部分 好比说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经到五行的相生相克 如何的产生出宇宙万物的现象 在印度教包括印度教的支派 像奇纳教等等 地水果风会如何的互动 如何的增补彼此而产生出世界 那在佛教里面 这个地水果风的这个观念 它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基本上在大部分的时候 地水果风在佛法的禅修里面 是属于生命柱的一个部分 它是一个现象行为的一种解说的这个方法 什么叫现象的解说方法 第一次就是说 佛陀在使用地水果风这个观念的时候 他主要是在讲述着 地水果风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它是如何的呈现 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构造 它的这个主观 它是如何的以地水果风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然后为什么说它是一种行为论 因为佛陀他所关心的 不是这个地水果风如何制造出世界来 他关心的是我们心如何的跟地水果风互动 如何的呢 有可能会去抓取地水果风 在地水果风上面建议起自我的观念 它产生没有具体的这个技巧 这个地水果风 它这个地呢 我以接下来要讲述这个部分 大家最好是不要把它想成说 我一定要用一个特定的一个固定的这个方法 来体验所谓的地大 所谓的Earth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 就在你这个主观认识 它是什么 你就可以尝试着用那样的那个角度去了解它 那这个地大的这个部分 主要是讲的是物体的感觉 主要讲的是重量的感觉 主要讲的是直爱的感觉 直爱是什么 直爱就靠地说 我们这个手接触到这个地面 穿透不过去 这是一个直爱感 英文叫resistance 就是个resistance 如果说你这个 眼前这个是一个水面的话 你这个手 它不会遇到直爱 它不会遇到阻力 它直接它会穿透 所以这个叫做地大 那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触感里面 你是可以透过地大来认识它 为什么要透过地水火风这些不同的要素来认识身体 这个就是一种 这个就是一种由不同的角度来增加我们心对于身体主观的觉察 对于他的了解 对他的觉知 我反映透过很多不同项目 包括像五印 包括像六分 包括像十二戒 十六戒 等等的方式 来认识我们的经验 它不外乎是要你去了解到任何不同种状态的经验 不同种层面的经验 它都共聚着一个无常苦非我的特质 不值得我们去抓取它 所以地大是 我讲一次 就是它是主力的感觉 重量的感觉 固体的感觉 那什么叫水大呢 这水大同样 它没有说你非要一个很刻意的很既定的方式去体会去感受水大 在你的认识水大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单元就晓得说我们身体的百分之七十是水造成的 所以在一个程度上面 我们经验里面 身体有它水的特性 它有的时候是以水的特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主观 包括像什么 包括我想大家可能都这样经验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当周遭的环境也很安静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们听得到你的血液流动的声音 是不是 或者是不一定是睡觉 或者是你静坐的时候 你们听得到你血液的声音 或者不一定是声音 因为你们约的感觉到血液在身体里面流动的感觉 有的时候 有一股一股的暖流等等的串流过身体 这就是一种水大的经验 那什么叫做火大呢 火 这个燃烧的火 什么叫火大 它主要是以温度的方式呈现出来 同样的身体 可能有的时候是可以以温度这样子的角度去感知它 举例来讲 比如说人在心情遇到震荡的时候 好比说正面的来讲 当你产生出很强大的感恩的心的时候 或者负面的来讲 当你遇到很大的伤痛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胸腔有热 胸腔好像是拔火一样 这个就是一种火大 它除了这个热 这个凉 还有这种温度 好比说你在呼吸的时候 一般在感觉上 吸进的气流是比较凉的 呼出的气流是比较凉的 当你这样子感受你的呼吸的时候呢 你是以火大的角度 来感受呼吸 你会感觉到皮肤的这个表层 它有一个温度 然后你的嘴巴里面 这个口腔里面 它又适应它的温度 这个腹部里面的温度 这个臀部接触地面 它又适应了一种温度 这个叫做火大 它是风大的 风一般它是运动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呢 是可以动静这个脚步 来感知身体 好比说最常体会到的 呼吸的膨胀跟收拾 那你是感受到运动 神经的动静 神经的动静 神经的变迁 这个呢 就是以风大的角度 来感受 我们在感觉身体的时候 你会尝试着把身体分成这四个部分 来感觉 我们接下来做的这个传修这个技巧 就是这个 有几个要觉 第一个就是 培养精准的注意力 精准的意思是什么 精准的意思就是 当你在观察火大 当你在观察温度的时候 你要确保 你感受到的是不是温度的这个角度 而不是掺杂着其他的角度 尽量精准化的 去以温度这个角度 感受身体 一样的 当你是在观察风大的时候 精准化的 是以运动 动静这个角度 来观察身体 这个没有百分之百的对跟错 但是这个里面 有非常多的 让你探索的空间 你可以自己去探索说 我要怎么样这个观察 才能够更恰到好处的 服务人的四大的特色 我们将这个角度的方向 然后呢 在我们能够 比较清楚的 看到这个四大 感受得到这个四大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在做实验的感觉 接下来 我们可以再更细腻的去看 这个四大领域 因为任何一丝一毫 是值得我们爱恋 珍惜 抓取 执着 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 来认识到 身体的水大 就像是外界的水大一样 它是非常多共同的物质 当我们看到 一杯水 丢到那个外面的 泼洒到外面 停车场去 我想大部分人心里应该不会觉得很死不得 有疼痛的感觉 什么样子糟糕 除非里面装的可能是 什么宝贵的身材 还是台湾买的 很贵的什么高山污温茶 丢出这些可能会有心痛的感觉 可是如果是你洗完碗的水 泼出去了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或者是 高比说你都国家公民 像在这个Sanitinia 你看到那个Merset河 河流这样流逝 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外物一样 你跟你自己是不相干的 是以一个非常坦然的舒坦的心情 看着它的游戏 同样我们身体的水大 你会试着用这样子的角度 为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 身体的水大 它曾经是外界的水大 它暂时的 暂时的 现在好像储藏着你的身体 你就把它当作 这是你自我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我们每一天 我们喝水 上厕所 流汗 等等等等 包括这个皮肤 毛细口 跟外在环境有点互动 那水大是一直在交替 它像一个客人一样 自来自去 自生自义 它服应着 它生命的自然的法子 它不是由你主宰 它不是由你说而算 由你这样的角度来看 换句话说 你把它当作是 好像是看到外在的 原宿一样 看待 构成你的身体主观的 这些原宿 看看说这个名义 是不值得建立起一个自理的观感 不管我提醒自己 在看到所有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家 这个是大自然的原宿之一 这个是不值得 在这个上面建立起 一个自理的感觉 只要这个地方 大家能不能问 在实践上面 有没有听不清楚的地方 但还是要忠惜它 就像我们跟忠惜水一样的 所以我们 看到这个四大的时候 我们都会怕的那种心情 它是可以善用它 是不是 它这个善用的这种心 它不需要建立在自理的档上 就是说这个 到底什么样的程度是善用 什么样的程度是执着 是变成磨慢的来源 这个东西是不透过观察 去体会 怎么样观察体会呢 如果真正善用的话 那我们的灵心 是不会因为它 来产生出苦患 产生出苦 产生出抑或感 那如果说 这个我们在这个上面 就建立起自我的观察 那么 这个东西就变成压抑苦患 就连这个世间的那个资源 那个善用 那善用也 我们的那个心态也是 我只是借它 借它 要达到一个目的 要达到一个目的 我们人能够产生善用这个观念 也是因为说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一个程度上面善用的资源 变成人类习俗里面的那种美 可是在大自然里面呢 它没有那种善用它这个绝对善的观念 善用这个观念这个人类的 为了要符合我们的欲望跟利益跟生存的方式 培养出来的一个价值 并不是说这个价值它没有用处 可是呢 我们必须要以一个悲伙的角度 给反思这些价值 所以人世间的价值能帮助我们 而不是变成人的保护 世间有太多的宗教的价值跟观念 他有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帮助 他变成了教条 他变成了保护 所以我们一直以 给了急逆未患的价值的角度 观看这些价值 所以才能用心的这个角度 不够能增上 还有其他的问题 是 所以举一个例子 有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 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 有的时候是因为来自于 不同部位 不同的温度 温度的差异感 好比说在现在 你会感觉到说 你这个手这样子握的时候 你的现在 你的右手在左手上面去 你会感觉到 你右手手掌心是比较软 比起你左手手掌心 比较软 左手手掌心 是比右手手掌心要更凉 这种温度的差异 我们平常没有去留意它 可是你去 我要留意温度 你马上设置一个红部分的温度 给它呈现出来 你透过这样的感觉 来体会人生 没有什么悬的东西 就是这么单纯 那么简单的东西 你可以尽量去发掘 没有说特定的 你要去观察哪个部位的温度 尽量去发掘 身体不同部位 它的温度的呈现方式是什么 然后什么叫风大呢 风大好比说 你现在有点光 好比说你眼睛在长 你怎么知道你眼睛在长 有时候我们知道眼睛在长 最后有阻力的 有时候我们知道 它在长的原因最后是湿润感 有时候我们知道 它的长的原因 因为它没有温度的差异 眼睛睁开来的时候 以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有些微的温度的差异 有时候我们会知道 眼睛在长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动作 动作这个叫做 我们怎么知道说 我们现在的那个腿 比起我们的这个胸腔 腿是比较安静 胸腔是活动的时候 有动跟劲的差异性 再次你不要紧张 这个没有百分之百的 对或错的做法 这个是很大程度 要有你自己来探索 什么叫做高大 什么叫做火大 它这里面你只要光是 这样去探索 它就会帮助你的心 能够更贴近你的身体 再起来 在我们开始请坐一点点的 暖身的运动 我先给大家慢慢的起身 不要起来就太快 我们这个要与胸脚合掌 基本的每个动作呢 你的这个目标 或者是要尽量的伸展 整体 或者是身心 让这个手臂向上升 如果可以的话 让这个手臂 贴近脑后 贴近这个耳朵的后双 不是在前面 还是要尽量的 贴近到耳朵的后双 然后呢 向右边伸展 这个脚没有弯 然后这个伸展 我们可以感觉到 我们这个腰 到大腿 到脚底这个筋 这个拉筋的感觉 直到中间来 向左边同样的 感觉到筋 会拉 脚底一直延伸到 你的右手 跟直端 再做一次 让你觉得 自己喜欢舒适的 必定要跟直端的伸展 一定要跟直端的伸展 尽量有充分的拉筋跟伸展 好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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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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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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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火大就是温度 身体不同部位像是在燃烧一样 那个消耗能力 那个释放能力 散发出来的暖流 甚至你可以逐光照应 感受到你的自然 能吞噬然后的火焰 这边精纯就感觉有温度 不要去理会其他的吧 分成温度的脚步来防瘦身 实际每个细胞 都在吸尘待醒 都在燃烧着 安静下来 留心去看的时候 看到大大小小的火力 感受不到 通常活流的热闹 体内 体内 体外的火 体内 一直有靠燃料 才能继续燃烧下去 生命来去 不是我可以存在的 每天 我身体所有的温度 热门 都要挥发散尽 就知道 热门 的感觉 不是一个忌吃之所 不是一个可以移轨的地方 对火 产生出 瘤蛇 放下 的心情 对火 产生出 瘤蛇 放下 的心情 对火 不要把火 的感觉 建立在这个上面 使用我的方法 就是身体的运动 尝试着精从我 去感受身体的肯脏 收缩 有些细微的震动 颤动 每一个细胞都在运动 当你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 会感觉到 有灵象万全面的功能 这家我就一定会感觉到 凌晨3%为ction 凌晨4%为нос业 从脏抱脱 你这家的遭措 有灵象万为全面所 chase的后愿 有灵象万道成面的动能 與足达宁王 在这家的遭措 然 Quinistic score 你身体会感觉到 欢笑 这些颤动 这些运动 这些收缩 都是无常生命 你学着自然的法子 不是能够受我们主宰 似乎我们很少程度的 在借用着它 但是实际上这些动作 都不属于谁的 这个不是归属的地方 这是一个能够安全的 建立起自我感的地方 心的动作 舍弃 放下 探索 操印 停舍 接下来的静坐时间 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 不管是属于谁 或后 或者是全部 我们在我们面前刚刚做 放下来的照片 放下来的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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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样练习的话 选择一个小的主题 那个减醒度会比原来更高 会昏昏呼呼呼的 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观察到东西会更清醒 然后你脑子会更明亮 所以可以自己选择 然后在技巧上面什么东西是适合我们当时状况 其他的意见或新的做得来吗 会觉得很难 传统除了讲地水果风之后还有讲地水果风空事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我想一天讲太多 因为 全都没有 confused 就是 这个地水果风空事 再加上空的时候 这些容易可以 借此来修学 各社界的定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方法 但是我们的思维角度 除了少用原力少耗原能之外 有的时候是要考虑什么时候是该更用力 就是说要去找到一个平衡力 因为照说 像刚刚我们在观的生活里面一些 那佛陀他很早就成导了 但是他是到75岁 那个大概那么年龄 这个年纪的 是这样80 就是说照说 我读过东西 它是不太用力去讲听说法 那么就是我们像我们关键的生活里头 不管是血液的流动 或者脉的流动什么的 那因为这都是一些能嘛 对不对 但是我听过一句话讲说 佛陀他也有流 只是他感觉不到 因为他里面已经没有 没有那些障碍在那里 就是我们身体有这个流的感觉 不管是水大的这种感受 那都是一种流的感受 我怎么已经感觉不到那个流 因为他已经没有障碍了 讲这个话是明示里面的根据 他没有在任何经验的家 说他没有流 他讲他没有漏 这是不一样的一回事 那流的话 我相信 有这个身体 你就会有这个具体的身体的感受 各种伴随的身体 他的差异是在于说 他的心跟身心的关系不一样 也就是说 虽然同样五蕴的现象 可是他对这次五蕴没有直取 他对这次五蕴明明不会建立起 这个我与我所 主要的差异是在这个地方 那刚刚你所提的这个问题 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我们的注意 只是放在如何的少力气 那佛陀那个时候他就不用说法了 因为最少力气的方法就是 他就读诀 读诀意思是 不必要分心去想说 我要怎么去教导人家 我要怎么样的把这个讯息 用适当的方式表达 所以最多的人能够理解 他就不用再花力去去创建出身团 然后身团里面很大的一个目的 是为了要延续佛法 让佛法能够 传递到后代去 所以表示就是说 就算是一个圣者 他的取向也不见得说 完全只是朝向于消极 无作用 他是有一个平衡 他的话说回来 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去留意 自己是怎么样在耗费能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方法 其实佛陀他为什么只能活到八十岁 猜测 那原因他年轻的时候搞灭苦行 把身体搞砸 要不然的话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 就是去留意 不要去发害你的身体 我们平常常不知不觉的那种压力感 那种负面的情绪 那种不恰当的对事物的反应的方式 这英文讲的叫做stressor 他这种压力源 那这些压力源呢 他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他会产生一大堆的迫害性 破坏的东西 那现在的医学就发现到 有很多种的癌症的距离来经 心血管疾病疾病疾病 他直接是跟你的压力有关 甚至一个人他的压力的高低 你可以从他的那个血管里面的磨痕 可以一定程度看得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要培养起很容易能够入病的习惯的话 第二个方式就是去留意 你是怎么在耗费的能量 为什么这样的讲 因为我们在入地里面得到的 非常大的那种禅阅跟舒适感 它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 你没有多余的耗能 你没有能量或是 让它趋往越来越平稳 然后在那个平稳之中 它在身体里面 它会制造出一种 这是一个讲法 它有很多不同主观的讲法 然后它在不同的境界 它有不太一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跟我们平常那种 这个五根 一直往里面跑 在抓东西 在抵抗 拉在推 那状况是截然不同 那其他的二点是 李老师我有个问题 说 必随 我 我看这四个字 我发现它不对称 啊 而且 因为 因为在这一点 我就对不理解 就很对 比如说 从现代科学来说吧 是 不属热 其实火本身是应用的 温度 温度本身其实是应用的 对 所以说 而且这 就是说 物质嘛 跟能量也是互宽 所以地跟火也是可以互宽的 对 所以说 那你说固体和液体 在这两个人 就是形容不同 所以说 对 但是 但是 后面讲的是应用的 就是物质的特性 所以我就 那这个也可以说 但是 佛陀在讲说 世界是一个四种元素构成的 不是 佛陀不这样子讲 后代的大圣佛教这样子讲 外道这样子讲 印度教这样子讲 如佛教他是不这样子讲 他不讲说 世界是有这四大构成的 这个是一点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佛陀讲四大 它是以现象 行为 学 来解释 现象学的意思就是说 主观的呈现的方式 行为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心是如何的 跟这四大发生的关系 它不同于其他的宗教 它不同于晚期的国家 把四大当作是宇宙的构造物 这是 然后再来呢 世间的观念 包括四大的观念 甚至包括现代科学的观念 它都是取一个角度 所对经验的一个诠释而已 它都有它非常大的局限性 包括现在的科学 很多科学家讲 要把这个光形容为粒子 或者把光形容为波浪 它都有它很大的局限性 或者是跟我们观察上面 有相抵触的地方 所以佛陀他面对这个事物 他不是以本体论的角度 这个东西他在符不符合本体 他不是这样的角度 他是讲说 这样子的观念 你如何以急逆未患你来观察 他怎么样 这个观念一定有用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禅修里面 你可以自己看看 把你的身体主观的感觉 分成四个不同的 主观的呈现的方式 来观察 是不是能够帮助你观察 如果对你个人而言 不适合 你不要再采取这个 佛陀他对这个是没有见的 没有见解的 他不是说这是教义 你不要信这个不可 你要信这个 你才能得永生 不信你就要下地狱 他从来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观念 这是一个想 然后这个想 你不断地去观察 它是怎么产生 它是怎么相应 它对我们利益是什么 它局限性在什么地方 我们怎么去超越它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休息15分钟 所以我们11点20分钟 请大家在楼上的教室 楼上 对 在楼上 因为这阵子学校在放寒假 所以我们这个教室换了一换去 上一次我们去 这里就没有开 因为那个 我们在那边 美 小 今天就要写中文的 上一次就是中文的 你上一次应该有来啊 我上一次讲到那个十六 它能够帮助我们觉醒的 其中的一个觉子叫喜觉子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喜这个字呢 是好的 有的时候是坏的 那什么样的时候是好的 什么样的时候是坏的 为什么它有这样好跟坏的这个差异呢 你想想看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经验里面 我们难免 会有的时候有一些喜滋滋的感觉 可是喜滋滋的感觉呢 它的来源跟它的感受很不一样 好比说像有的时候呢 我们听到人家讲说 现在这个裁员很厉害 公司裁员很厉害 公家机构裁员很厉害 某某某失业了 想让人家失业 然后想到你自己没有失业的状况 嘿嘿嘿嘿嘿 喜滋滋的感觉 好像人家讲说这个事不关己 所以你觉得得意 或者是人家夸赞你 然后你非常得意忘形 中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字叫窃喜 窃就是盗窃的窃 或窃的窃 所以喜呢 有的时候它是 它是有很大的副作用 所以那种喜呢 它是怎么样 它伴随着 往往它是伴随着很大的不安的感觉 往往它是伴随着 非常多的所有的理败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喜 是好比说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 如果你的喜是建立在 好比说条件的比较上面的话 那个喜呢 它往往带着非常大的不安全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直觉里面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地位随时随地是可以互换的 今天虽然是你的裁员 可是我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被裁员机会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那样的喜它是不是这个第五个步骤所讲的喜 这第五个步骤里面它所讲的这个喜 这个滴滴 或者是那个范文里面讲的滴滴滴 它的具体的那个内涵 是指说 那个心啊 它脱离开了某一种束缚之后 它呈现出来一种清心 很像视野是一心的这种感觉 它好像是一种 有一种庆幸 它有一种焕发 它有一种正面的能量 那为什么这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在佛法里面呢 这个喜是一个修行非常大的一个动力的来源 佛法它的那个修行啊 你要能够持之以后 它不是只能只靠意志力而已 因为你只靠意志力去做一件事情 你人生如果有足够的经历 你就知道意志力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事情 你可以在新年的时候 现在新年快要来了 你说 I have a new year resolution 我今年我下定决心 我要每一天少吃多少多少 我要减重多少多少棒 好 我一定每一天要做多少多少运动 你如果说你在这个运动 你在这个结实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没有得到足够的 不管是身体的愉悦感 或者心里的愉悦感 那个满足感的话 一般很不容易延续下去的 所以在修行里面的一个 能够确保你能够持之以恒的 一个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让你沿途都有花香可以闻 你不要只是告诉自己说 我走了这个三十米的这个路之后 有多少多少的花 那个是很不可靠的 你说要确保你沿途风景都很好 你这样就愿意继续走下去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为什么喜很重要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 佛教他对于人性的心理学的了解 他知道说当我们人要能够很甘愿的 放弃掉一个事情 他一定是要有更好的 你这样子能放弃才能不是心甘情愿的 所以那个上一次有同修问 问关于风水 风水可不可以行 如果我的回答是说 风水你不要行 不要去做明头 对一般的人而言他很难 就这样他就死刑了 他还会因为他强烈的不安感 他因为强烈的恐惧感 他还是会遇到算命的就要去求神问我 遇到讲风水就要去关于我们家的方位 对不对 我鱼刚刚没养的鱼 那种类对不对 数量对不对 好的方式是当你有足够的自信 而且你在你的福报的状况之中 有比较高度的自主性的时候 那时候你自然而然对于风水这类的东西 依赖心会降低 我讲接下来这话是没有歧视的意思 这是根据社会学的统计 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会去相信他力的信仰 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会去相信说 你只要祈祷 你只要信上帝 你只要去做出一系列的宗教行为来 你就会有福报 你就会消灾解恶 根据社会学的统计 这不是其实的意思 一般是没有受过好的教育 一般是他的社经地位比较低的 一般是他的生活中有很高度的不安全感 他的人生的那个经历里面 很少有那种透过他自己努力 能够获得成果 因此他的世界观 他的人生的哲学 特别倾向于说我是不能控制事情 我是不能够把握得了我自己的命运 这样子的人特别的容易去相信那些超乎英国 违反英国律的一些宗教信仰 那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特别要我们去体验到喜 乃至在第六阶段要去体验乐 他其中一个意涵 就是要我们去理解到 我们是可以透过一系列的内心活动 有限度的制造出喜跟乐来 有限度的来架构起喜跟乐这两个特质 所以再一次这个喜像什么样 是这个第五个技巧里面所讲的喜 好比说当你发现到你不快乐的来源 不是只是局限于每一天要上网路 跟朋友一直瞎聊 你发现到因为当你接近大自然的时候 或是当你能够安静下来 然后这个去探索身体命在的触感 去这个跟呼吸玩游戏 在这个呼吸中去探索这个不同种 让心更开放 让心更自由 让心更安定的这些能力的时候 你会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清新 庆幸的感觉 为什么讲庆幸呢 因为你发现到有一个不昂贵不复杂的 能够让你满足的一个事物 一种动作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我们人的快乐 越是要依靠更多的条件 越复杂的条件 我们的不安感会越强烈 这样听得懂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假设你的自信心 如果是建立在你的容貌上面的话 这个自信心呢 会比起你建立在你有一个善良的心 的自信心来的更脆弱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因为我们的心善不善良 我们有更大的把握 你的容貌漂不漂亮 这个我们能够把握的程度非常的少 所以当你的自信心建立在那个容貌上面的时候 你隐隐约约可以直觉的到 你这个自信心 它是建立在流沙上面的城堡 它是很微脆 是很不安的 还有可能再漂亮的明星 有时候那狗仔偷拍啊 看到那明星没有留意的时候 一个不正确的角度一拍 哇 怎么那么丑 在那个海报上面呈现出那么美貌 不经意的时候一拍 或者它的那个化妆品涂错了 或者没有涂化妆品 或者刚好一个不雅的一个动作 被人家拍下 那个美感就都消失了 那我们在这个禅修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我们心可以很容易的能够满足 同人居然可以 举例来讲超越无聊感 那个上一次 John Yasser有提起过 他说他就算是 他被关那个黑牢 一个人关在牢里 他也都可以自得起 这是一个喜的一个很大的 那我们在这个禅修里面 当然他对我们讲说 体验喜 叫修学体验喜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说 你不要把这个喜当作是一个 发生在你身上 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 被动的经验 你要晓得说 喜是可以修学的 喜是可以被锻炼的 喜像是肌肉一样 随着你越熟悉它的滋味 随着你越了解它的成因 随着你的心越容易趋向于它 它是能够更容易的被唤起的 所以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能够产生出健康的喜呢 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意见 佛经验讲很多 不同种健康的喜的来源 不同种修学喜的来源 大家有没有人记得的 或者甚至是你自己经验里面做小 什么样的喜是健康的 是容易让我们的心更积极 然后愿意向上 愿意向上 什么样的喜它是有那种 让我们的心更开放 而不是装牛角尖局限 变得很僵化 什么样的喜有这样做的 要怎么样达到这样的喜 有没有任何的意见 感应自主 感应自主 非常好 换一个念头 而且是很由衷的 由衷想到自己有多么的幸福 多么的好命 这是一个喜的来源 然后有的人他可能觉得 我已经很感恩了 我已经很知足了 更喜 就那么一点点而已 这是因为你没有去探索 你可以去探索说 你没有感恩知足的想法 那个感觉 你要怎么去调整它 它还可以再产生出更深的喜爱 所以这里面是有探索 调整的空间 这是可以你自己去玩味的 而且一个技巧它所带来的喜 有可能会比另外一个技巧所带来的喜 是更大更深的 这也是可以探索的 所以感恩知足呢 它是一个 就是说可以透过你 改变你的想法 看事情的角度 就可以产生了喜 然后当你好比说产生有感恩的心 想到说 我居然能够被称为是佛陀的学生 我是何等人啊 居然有这样的莫大的荣耀 居然能够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还能够修学的良佛画 还能够学习的良佛画 然后产生出来的那种喜悦 庆幸的感觉的时候呢 你不是就停在那儿了 你可以继续的去扩展那个喜的感觉 好比说要怎么样扩展呢 当你更由衷的去感觉这个感觉的时候 喜会扩展 当你能够把散乱的心思 尤其是那些会产生出担忧 会抵消你的喜悦感觉的那些心思 把它收摄回来 带回到眼前 单纯的品尝这个喜的时候 这个喜也会被扩展 有很多的方法能让喜扩展 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 好比说有时候起这样的念头 起了这样的念头 达到你的效果之后 你可以再把这个念头放下来 以帮助你能够体会到更深入的喜 或者是你在禅修的时候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从呼吸里面感受起喜 怎么样能够直接从呼吸里面感受起喜 我们以前有讲过一点 有没有人能分享一下他的心动 或者他的意见 怎么样在呼吸之中能够体验喜 感受喜 就是说你呼吸的时候 就是说你呼吸的时候 那个 应该有一种 像你品尝一个滋润的生命的 营养品 你必须给你那种 心情来品尝 而且他 给你胸腔 然后扩展到四肢 他那种 有一种 因为那种喜喜的感觉流过去 要细心的 把握到他 然后把它延续 延续下去 非常好 那个 实际上 刚刚你在呼吸 我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 这不是全部的 这不是完整的page 这是一个角度 恒光是在呼吸这个动作的时候 所有参与这个活动 这个膨胀收缩的那些肌肉 包括你的恒隔膜 包括你的腹腔 包括你的肩膀 内在的肌肉 包括你的内脏 他受到这个膨胀收缩的这个挤压 他受到那些 带着充沛的养分的那个血液 灌注到那些地方 你一个这样的动作 他到底怎么样 他对一个成为 刺激你的末梢的神经 他这个刺激的作用很像是一种按摩 他很像那种推 然后在科学里面 医学里面 这是有验证到 就连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 他都跟你的那个快乐的 那个化学物的分泌是有关的 他只是分泌很少 可是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训练的心 对这个很少的 这一点点的化学物 有更大的回应 有更大的接纳度 有更大的回响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意思来讲 我们大家都晓得 毒品 它是有上瘾性的 很多的毒品你用 甚至几次而已 你有可能就会成瘾 不同的毒品 它的瘾的程度不一样 好比说大麻的瘾 很小 西烟 那个尼古丁 瘾很大 好 那 有的人呢 他只需要一次 用了 好比说 毒品 很上瘾 有的人他用很多次 他还不容易上瘾 科学家对这个现象很感谢 为什么人有这样的差异性 为什么有的人很容易 他就会 他不是喝几次酒 他就酗酒 他就对酒精 他就上瘾 有的人的话 不会 他可以还要一辈子 在社交场上 他可以喝 就是说 不少量的酒 可是却没有上瘾的现象 科学家发现了 很大的因素是 取决于你的个性 他科学研究只是讲到这个地方 可是佛法的理解 又再更深入一点 他讲 为什么你会上瘾 这个跟你啊 当你接触到这个 毒品要带来的快感的时候 你的心 是怎么样去接纳他 怎么样去拥抱他 怎么样跟他互动 是有直接的观点 他跟你一连串的心形的观点 好比说假如说你这个人 你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是一个很郁闷的人 你有可能的过去 有很多创伤 有很多痛苦的记忆 当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毒品 那个乐的时候 你的心 哇 很充分的能够逃避得了 那种在日常生活的那种苦闷感 所以那心对于这个毒品 这个乐 它是特别的去对它吃味 它咀嚼那个乐的方法 吞噬那个乐的方法 它心留置在那个乐的 那个境遇的方式 是特别容易让那心 对这个东西上瘾 那今天这个心 我们一个程度是要对它上瘾 可是这个 比起毒品 这是好太多太多 它不 它不伤害身体 它不伤害心理 而且它是有正向的 所以 你如果对这个东西上瘾的话 它能够帮助你什么 它能够帮助你对于那些 比较粗糙的东西 失去掉性慰 然后等到你修行到更高层之后 你能够再把这个影再放开 再舍弃掉 所以它是有过程的 同样的 我们如果要对这个喜培养它 这个取决于你的心 在面对不管是点点 或者很多这个喜 它是怎么样的接纳它 它是怎么样的拥抱它 它是怎么样的咀嚼它 它是如何在这个字中置疑 如果你越习惯于 在日常生活里面 去品尝什么是单纯的 爱人 把心从复杂的状况抽离出来 然后你由衷的去品尝 由单纯 由审议里面 而得到的清新感的话 你越常这样子做 你就会越发现到 这个之中的趣味 这个之中的热处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 听不清楚 或者有什么其他意见 觉得要补充 喜的英文是Rapture 它有好几个不同的翻译 它这个翻译 反映出不同的翻译者 对这个词汇的理解 好比说除了Rapture之外 有个人翻译叫做Delation 就是翻译叫做Joy 就是翻译叫Happiness 等等 那乐呢 习跟乐 习跟乐的去品尝 是 这是一种 那乐呢 它在英文里面也是 反映出不同翻译者 对它的理解 所以有的时候 它被翻译叫做Pleasure 有的时候被翻译叫做Comfort 有的时候被翻译叫做Ease 有的时候被翻译叫做Gratification 或者Satisfaction等等 习跟乐的差异性在哪里 再次我接下来我要讲的 它不是一个完整 它只是从一个角度 它这个里面很大的探索的空间 想像你在呼吸的时候 那种心境怎么开阔起来 这种好像容光焕发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 它这里面是有一种提神的 它这种有提吸起你的心境的作用 这是比较属于喜的部分 比较属于喜的滋味 那个乐的滋味呢 比较像是什么呢 比较像是 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是 我们好几天没有吃饭 你看到饭 你看到人家煮得非常丰盛的 菜色放在前面 哇 真好 好欢喜啊 我真是幸福啊 你看菜做好了等着我 真是喜 什么时候乐 乐是你已经吃饱了 你已经尝了那个美味之后 哇 真好 我没有那个饥饿的感觉 已经饱足了 很舒服了 一般人这样做 就可以准备睡觉了 所以佛教他这个 他是在这里 他继续的要去思维去观察 他这个乐 他的后续性 就是 所以再一次那行 患然清新 患然一新 清新 还有提膝 他有点像是按摩 里面的那种刺激 乐呢 像是那个按摩的那个动作已经发生了 然后你还有那种回肠的那种满足的 可能后续的职位 所以一个角度讲喜是比较刺激性的 乐是比较满足性的 一般而言喜比较不容易延续久 乐的话呢 你可以几乎是一整天都在乐的状况 所以两者比较起来 喜是比较粗 乐是比较细 乐他是比较细水长流行 喜是比较是澎湃 这个波浪澎湃行的 但他这里面有很多玩味的空间 你可以自己去体会他 所以说这样教授讲这个乐 其实也可以把它想成是音乐的乐 好像是那种音乐的melody 然后造成一个echo在那里 那个音绕两三日不绝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好比 我是其实你已经这个 卫补先知知道我下一次我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我下一次讲的主题就是音乐 跟这个 这个画 它是跟那个是有关的 可是又跟音乐的 因为有它的差异性 那差异性主要是来自于说音乐 它虽然有那种回肠放弃的那个作用 可是呢同时它也让你花很多力气在情境里面 和情境里面 你如果能够把心抽离开那个情境 回归到那个更单纯的那个回肠档气的话 那个乐的滋味更棒 那乐的滋味更棒 那这个都是要具体的 如何的是越来越不需要仰赖复杂的刺激 所以你能够从单纯里面发现到身体内在的震荡 从单纯里面去发现到那内心的饱足感 所以在呼吸的时候甚至你可以提醒你自己 就是吸气的时候 如果去品尝那种心打开来的滋味 这是一种体验的滋味 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滋味 呼气的时候 如果感受到这个单纯的感受 呼吸让心打开来 单纯的吸气的时候 如果能让心打开来 或者是单纯的呼跟吸之中 我们的心神的那个亮度 好像变得更明亮 在单纯的呼跟吸里面 好像说我们的心神有一种清新焕燃的感觉 什么叫怎么样去体验乐呢 好比说你去体会呼吸 它隐约的舒畅的感觉 满足的感觉 如果说这些东西 你能够光是听这样子 你就知道怎么修学 那是很好 你只要有耐心有恒心 常常这样去练习 你自然会发现到 越来越深层的喜悦感和满足感 如果说这样子听 还是太抽象了 甚至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一边呼吸的时候 一边提醒自己 吸气时体验喜 呼气时体验乐 如果这样子还是太抽象了 你甚至可以用念英文的 因为喜跟乐 这个中文听起来有一点白 有一点文言文 你就 Breathing in Experiencing happiness Breathing in Experiencing ease Experiencing pleasure Experiencing satisfaction 等等这样子的字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会认为 混音 然后要提醒自己 这种喜跟乐是好的 是好的 所以你尽量的去拥抱它 尽量的接纳它 尽量去玩味道 我们一般人 以敏约情绪 以敏约罪恶感 所以有时候 会想要剥夺自己的快乐 那我们从小的观念 我不晓你们 那我小时候读书 被逼得很紧的时候 那压力感很大 所以怎么样呢 如果妈妈 有时候放风一下 星期日的时候 还不是星期六 星期六要补习了 星期日上午还要做功课 甚至下午 你可以休息一下 你出去打一下球 你可以去看一下电视 还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看一看 一边看电视 或是一边打球 一边有罪恶感 只要到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都要被较近日子 那样去继续去 继续读书 所以一边玩 一边是 有一点沉重的心情 那我们因为过去 有这样的这个经验 所以当我们在受用乐的时候 长辈给我们的观念 那喜福啊 吃到好东西的时候 喜福啊 让他们不要吃那么多 要一点点就好 可是面对这个呢 你要改变那种心态 你要想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它耗费这个世间的资源 几乎是零 它耗费的能量是维护极 所以你尽情的受用 这感觉真棒啊 以前我们的那种受用 都是要有节制的 可这地方你可以放手一搏 你可以就是让自己很充分的 净零在那样的世界 那是一种很大的释放感 这个释放感的本身 它就有十个月 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在我们结束前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这个月 十二月 有五个星期日 所以我们下一次碰面 是要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所以一四月的时候 我现在有隔着一二三 三个星期日就放假 那今天就到此一集 谢谢大家